在聖誕節常常交換禮物的時候 會遇到就是保溫瓶 就想要溫暖嗎? 家裡有100個保溫瓶 不要再送保溫瓶了 你可以送 小人的聖誕節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聖誕節快樂 我想請問Ela 你有收過什麼比較特別的聖誕禮物嗎? 我們有一年玩那個交換禮物 然後那一年我們就想說 要五百塊以下的禮物 然後那一年剛好那段時間 遇到油價上漲 我有一個朋友就非常天兵的 提了兩桶汽油到現場 跟我們大家交換禮物 好危險喔 就覺得小姐妳有事嗎 妳不知道有油票這種東西嗎 就給我五百塊錢的油票就好啊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印象很深刻 到現在每次只要有人問我 聖誕節遇過最奇葩的禮物是什麼 就是這個 然後聖誕節常常交換禮物的時候 會遇到就是保溫瓶 對 因為剛好這個季節 就想要溫暖嘛對不對 對 家裡有一百個保溫瓶 但是今年好不好 從現在開始有不同的選擇 沒錯 妳有新的選擇 妳可以送小金瓶 不要再送保溫瓶了 而且冬天到了其實保養更重要 平時把自己的皮膚照顧好 遇到這種換季的季節 妳就不用擔心 沒有辦法拍拍亮亮的多吉 沒有 她就是想要拆禮物而已 小孩子都很喜歡拆禮物啊 然後她今年就已經跟我order說 她要哥吉拉的玩具 因為她很喜歡哥吉拉 那我其實也都準備了一個 另外一種禮物 就是讓她可以訓練她的手腦這樣子 的一個小玩具這樣子 反正就是這個節日 家人聚在一塊 小孩子開心 大人也開心 這樣 昨天晚上不是地震嗎 然後她有被嚇哭啊 然後她就說 媽媽 剛剛發生什麼事了 我不敢睡了 妳就會覺得 喔她都知道這樣子 然後她有一點點害怕 我說沒事這次還好這樣子 妳放心 地震是很自然的那個能量的釋放 妳就告訴她就是大自然的現象就是這樣 當然啊姐妹之間都會互相關心 然後其實現在就是 就是面對她 然後其他的也就不便多說了 一切就是 照著程序去走吧 無 Dunk 攤影師 摩托